恐怖在線 回到舊事那裏 回到舊事那裏 今集又來了 大家很期待今集去哪裏 好了 現在這個地方就是九龍城 看不到那個牌 秀足原道 秀足原道這個名字 其實可能立即會換醒大家的記憶 有個嘉賓上來就說他分享過 住在這條街的其中一個單位 發生了一些很驚心和派的靈異事件 其實那間大廈是一梯兩火的 只有七層左右 其實大部份都是他們自己的家圈住 有些是一梯兩火 其實這間房子很安靜 超安靜 我當時有一個單位是 也有千兩尺 有千六、千七尺 因為我也有朋友住在同一條街 有千六、千七尺 那裏都是半豪宅的感覺 是 舊式 那時也不算是 但是當時 我剛剛搬進去的時候就沒事的 大家都不覺得 因為兩個 一批人搬進去 然後 所有事都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但是我自己就不覺得 聽Garry今晚所說的話 其實很可能 你有機會聽過 因為Garry Chan的前妻 也都上過來我節目 都說過這件事 我剛剛才像 我也是剛剛才像 整件事 就原來一個圈回來 我又認識了你前妻 差不多十幾二十年 是的 那件事就發生在她前妻 她是居住的一間屋 鬼上身 那整件事最詭異的地方 就是 我不知道 分別我是認識 這對男女 這對雙婦 分別上來 說過同一間屋的怪事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 是曾經是 一對夫妻 那男的 就說女的發生什麼事 而女後來才知道 自己是撞過鬼的 那樣 引起很大迴響 因為兩位都是圈中人 那整件事 就經歷了幾年時間 那究竟 那個單位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 當然 我不會告訴大家 是哪個單位 但是可以看一看 這個單位 的外場 現在 是在做維修 裝修 風水學上面 確實都說有些影響 即是說裡面可能會影響一些健康之類的東西 這個就是風水 對了 另一隻有沒有再出現呢 不知道 還有人住那個單位呢 不知道 不如試試問一下吧 不知道 其實十年前才去過 我知道沒有去過 知道那裏有些不舒服的東西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真的感覺到 覺得 一分心心 裏面的裝修也不整 但是那個地方 除了這個所謂的空差之外 就沒有其他的了 是不是 就是這個 有一層 什麼 什麼 有一層 之前有個女士 掉下來 對 就是這單位 對 沒有了 就是新聞出過 對 沒有了 就沒有了 但你們是否應該有個 list 真的 沒有的 就是我們知道某幾個天 有些就 或者發生了很久之前 那些也不知道 那這裏多不多 這區多不多 這區多不多 都不算特別多 不算特別多 就是可能有一兩個 因為這邊的大屋也少 就是他們的單位也少 是 我聽人說話 我聽人說話 聽人說話 就是某一棟舊樓 接近7時14前後 有個地產就帶了上一家人看樓 然後呢 就有個小朋友在那裡 然後他跟某個地方 不知是縮梳還是公公 說話 哦 當時 就是我身邊的另一半 後來搬走了 才跟我說話 那他就說我半夜 譬如我1點鐘和你坐在沙發裡聊天 那我可能一點多鐘 聽聽聊天 可能他只不過轉身拿些東西 或者他去了小朋友 轉身拿出來 我跟他說話的表情不同了 什麼話 跟他說話的態度不同了 他的行為不同了 整個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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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撿到布 哦 就是出來就難花手 又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 因為他很隱悔地說 你知道很多人看到這些東西 就是我看到的 盡量不看 但是因為事情太大 所以搬出去之後 他就拿出來說 原來你曾經發生過這些事 而且也因為他要交代 因為他也是扔我的師傅 哦 他扔我的師傅 因為我當時是不知道的 我只是因為我每次都在斷片 即他告訴我 我昨天我還會說 我不是睡了嗎 可能我到最後 我的記憶只是1點鐘 但可能他已經跟我聊天 聊了 可能2點多才睡 那時候 因為我的工作是很不定時的 基本上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就是我做到受不了才睡 那些人 他就 因為他那時候 值回那個比較 他也不是很定時上班的 他的行業 所以他有時候回來 大家都不會理會大家 他不會阻礙我做事 他就會先睡 那我就突然間開始 我記得第一次就是他 他睡了2個小時 3個小時 那時候應該是半夜2點 3點 對我來說是很早的 就是我的工作 我看到他走出廳 坐在那裡 然後我說 咦 為什麼你不睡 然後他不理會我 然後我就問他 他就問他 他說你不要煩我 然後就開始說 一些日後發生過 一些很瑣碎的事 瑣碎到例如 為什麼你的鞋子 不放回到鞋櫃呢 為什麼你的鑰匙 這些是這麼簡單的事 但他是發我很大的脾氣 那他就罵我 你知道 我剛剛結婚 我又可能覺得 會不會是 那些女士 剛剛結婚的情緒 還沒有適應 或者化脾氣 小姐脾氣 我猜是這樣 然後他罵完 我一陣子 罵了半個小時 其實中間我就試過解釋 但我每次跟他解釋 他就會轉話題 例如他在罵我鑰匙的故事 我一解釋 他就會罵我對密的故事 總之是不停的 對 他是不停的 然後罵了我一陣子 他就說不理你 他就回房間睡 我沒有理你 我一直做事 做到早上 我才睡 我差不多睡 他就起床了 然後我就 其實我想哄她 因為他之前 暫時那晚發怒 我就問 怎樣怎樣怎樣 他就問 什麼事 我說什麼事 我就告訴你 解釋一下 解釋什麼事 即他是斷片 他就好像完全 沒有發生過 罵我畫面的情況 我就覺得 你是不是在玩東西 你知道香港女性 我們男性永遠都抖他不贏 然後我就說 好 那聲吞你 事緣有一晚 就是我出去喝完飲料 當時我也是起我夜袍 出去喝飲料 我自己的記憶就是很模糊 下面門口的看間 其實好像是一個家庭 但那條人一直長期睡覺 然後閘要靠他才能開到 要不就是裡面有人開 但當時我突然間蒙茫茫茫 那個人都已經反了眼 然後走進去的時候 有人開門 側身 即是不知道是誰開 我看到是一個十幾歲的女生 但不是看得很清楚 因為那裡那個大堂 永遠都是陰暗 但那個大堂是鬼那麼大 其實也很害怕 然後我上樓 我很記得 上樓第一件事 打開門 我男朋友問我 當時有先生 我問我 你誰開門給你 我問我 鬼子嗎 即是屁屁庫 那些 那些 但第二天 他就已經開始覺得不妥了 即是趕快要請我去見師傅 他說因為他那天打開門 看到我的面色 他形容是五眼六色 他說是衰的 即是紫灰啡黑 即是跟喝酒無關 喝完酒 不會 那個面色很差 那次因為我剛才說 我的外母 當年的外母 即是前度外母 坐在一個廳裡 他就看一看 他也打了一個批 然後他就問 阿女 你是病啊 為何你這樣 他說沒有 然後我就 立刻就已經問他 即是立刻 第二個反應就是問 你不是說沒有帶鑰匙嗎 他說我是沒有帶鑰匙 不過有人給我開門 我說現在半夜三點多 我說這棟樓 只有多少火 一梯兩火 七層最多十四 我知道起碼有兩至三房 沒有人住 有多少人 還有那些 平時 即是他不是很 即是我們的鄰居 不是很認識大家 因為是很 很疏離的 是的 那我就說 有人給你開門 然後我就問 誰給你開門 他說沒有 他說他去到大閘門口 準備打給我的時候 就有一個 妹妹 即是一個少女 出現了 出現了 有一個少女 他也是這樣形容 有一個少女 剛剛從鄰居走出來 其實他的形容就是那個女生走出來 即他本身要離開 他就順勢進去 他就開門 他見著他開門 他就進來 他就沒有理會了 然後我就問 三點多半 有一個少女開門 那個少女是甚麼樣子 你平時有沒有見過他 平時鄰居都很少見 我說你形容一下 他看不清楚他的樣子 沒有留意 不過是穿校服的 那我就 又是立刻發現 就是衝出去露台 看一看樓下 因為我一走出去露台 就看到那條街 沒錯 沒有人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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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立刻打給我 送我前妻回來的朋友 我立刻打給他 我說 我剛才不是跟你說 叫你們不要走 等我前妻回來 等我當時的太太回來 你想走 他主要我 他說我是 他說我們沒有下車 我們在車上看著他 我說你在車上看著他 是不是看著他入門口 他說我看著他入門口 那我就問你有沒有見到 開門給他 他自己進去 我問你有沒有見到 有人開門給我 找人走出來 他自己進去 然後才走 我們便走 然後便叫我去看師父 然後他叫我去看師父 他沒空 因為他很忙 然後我自己 死死去看師父 你知道女生一定會找朋友 當時我找一個朋友 那朋友坐在旁邊 就揭發了另一件事 因為師傅問我,你最近有沒有什麼特別 我說,特別就要上來見你 然後他說,你有沒有見過什麼 或者你有沒有見過一個人的造型是怎樣的 一個女學生 那個造型是怎樣的 是,是一個女學生,然後就是穿著校服 然後我想了一會,那陣子我經常在做夢見到一個情境 令到我突然宣布到那件事 因為我看到的情境就是,那件事有點恐怖 而每一次我都是見到一個女生在樓梯跳下來 不是在我等樓梯,她是在不知哪裏跳下來 那你問我怕不怕,我又不是很怕 因為你無法提供自己的關係 對,我完全像看電影一樣 有一個第三者去看著那件事 整件事就是,但是我旁邊的人就變色了 然後他就突然間好笑 那晚我們還說去喝東西 然後他就說,我不喝了,我們回家 然後隔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這些就是耳氣,不見了人 那說什麼好笑的,他打電話給我 隔了兩個星期之後,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Gina,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我說什麼,其實那天師傅說 那個人,我見到 我說,為什麼是你見到,不是我見到 即是見到一個女生? 他見到一個女生,他說原來 他說完之後他開始害怕 因為其實他的記憶是沒有的 即是他不深刻的 但他講一講一講,他突然記得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耳華街任的東西 很喜歡外面那一條 即你是坐在外面那一條 然後他就說,其實他講完之後 他才記得recall 譬如他說,他在街口那個位 看到一個女學生 十二點幾,一點 有一個女學生背著書包 然後師傅說完之後 就拼貼了 他就記得,原來連續 跟我喝過這麼多次 他說,起碼見過這個人三次 即是說你自己見不到 我見不到 而是你的朋友可能有陰陽眼 還是不知道什麼 他高靈人士 就見到師傅口中那個女鬼 其實很可能跟著你們 對 然後師傅就不跟我說 反而跟我另一半說 他就問我 他就說原來那個女生喜歡我 即是那個學生 就跟著我 但其實當時我發了痕 我就說,蛤? 這樣就好了 跟著我朋友 然後師傅就說 他對我沒有惡意 但其實始終人鬼殊逃 當然 還有他說 亦都對我身邊的人不好 即是譬如 他會仇視我身邊的另一半 或者他會吃醋 即是覺得我跟朋友比較好 他可能會不喜歡 所以令到你跟老公可能都會吵架 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他就說 另外一件事就錯了錯了 我們說回他氣肉 是 其實這個也是相關的 原來最猛是房子 從初到時候是鬧 開始就扔東西 就是會突然找東西扔一下 踢一下椅子 開始有這樣的事情 我就覺得 咦? 是不是情緒有些問題? 當時當刻 我有嘗試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那些男性朋友 你知道男人 男人 什麼都說說 對 還有我新婚 我問問結過婚的朋友 是否會是這樣的 他說 會不會是 他的情緒是否真的有事 他說 是不是工作壓力 他說現在這個年代 即是那個年代 十幾年前 已經開始 比較大家認識情緒病了 那些朋友就說 不如你帶他去看精神科 然後我說 看看是怎樣 其實我當時有 跟我前妻提過 會不會去看醫生 會不會去減輕壓力 他一聽我說這些 就很抗拒 OK 那我就一路 整件事 就一路這樣受傷 就 最慘的是 剛才我所說的 因為事情越來越嚴重 他由那時候 本來整件事 可能半小時 到中段 是兩三個小時 即是說 如果他半個三點起床 跟我玩東西 我玩到天亮 他才會睡 那你覺得當時他的意識形態 是否有距離 還是有另一些東西 進入了他的身體 我那時候還沒覺得 因為我還沒想到 我真的沒想到 我只是覺得 可能是他 我覺得他是精神有些問題 即是可能真的有情緒病 而他控制不到 今天他打電話給我 喂 我聽到前夫說 這樣是不是 是 是 因為我跟他都很朋友 不是 因為我看到Facebook 是的 那我又去Facebook 然後他又 又 我又說 為什麼又說這件事 是的 然後 然後 後來我突然想起 然後我就去看 嗯 其實整件事 我們沒有溝通過 事後沒有溝通過 事後沒有溝通過 事後沒有 是的 可能那個站在我身上 我想他也說過 我是什麼都不管的人 是的 OK 就是我性格比較奇怪 為什麼不理會 嗯 還有其實 跟你們說 那件事 但是我覺得最離奇的 就是這次我聽完之後 我聽得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 這件事好像不掛過那次 哈哈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發生過這些事 他當時已經是當局者迷了 是不是 是嗎 不知道 後來他再 他也有說 他再問回我 那時候 我也很想 我長期保持了 一個重感冒的狀態 我只知道我經常病 而且那時候很瘦 那時候只有八十幾九十磅 所以今天Jean打給我的時候 他就覺得 我昨天聽完前夫所說的 好像不關我的事 我都沒有發生過這些事 還說了他罵前夫的事 他完全忘記了我 我又這樣罵過他嗎 你完全忘記了 我應該這樣說 我是會罵人的 但我不會用這種罵的方式 這種罵的方式 對我來說太不像我了 你的罵人風格 是狠一點的 是不是 我罵人風格 是一招聊 我不會用三個小時的節目 一下子敲他 是啊 一下子敲他 就是我一句 那我就會入房 嗯 因為我 那我就覺得 原來我長時間 用了一個 就是 用了一個 好像以前日軍的 復營 三個小時的節目 我真的不知道 有人開門 我記得 有人開門 即是一個女生 在說靈體的女生 幫你開門 是的 你是記得的 是的 但你還記得這個靈體 是什麼樣子 這個女生穿著校服 還說是 是不是 不記得 我只記得是一個少女 十五、六歲左右 真的 她無緣無故幫你開門 一出一集 其實一出一集 為什麼我會知道有這個人 是 因為其實 如果大家會聽回那集 我們幫你拉反應 聽回那集 所以 我說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我一直在一個夢裡 我發夢見過她 就是我看到的樣子 你這個夢是什麼 我看到她在某個大廈 她跳了下來 嗯 嗯 那是重複的 是 是 然後 其實我也不太擔心 因為我是一段時間 我經常是八岸門的人 我自己是壞的 我很不信 我不信到那個地步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 呃 剩下兩個月 嗯 遭藥 而我們寧願立吉祥 就官走了 那間屋就丟空了 但也屬於我們 是的 那時候我有做支援市 我拍完東西是壞的 其實我沒有跟Gary說 我還不把那裡擺東西 就是我拍完東西 我就把東西搬上去 是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就是因為 載我的司機 其實剛好就是以前 劉小姐的司機 然後呢 他就不敢跟我說 他就跟他的經理人說 那他的經理人 就是我們的普通朋友 那他就跟我說 他說 Gina 你住哪個單位 那我說 那個 然後他說 那個單位 劉小姐以前住過 好猛 然後就告訴我 就說 黃毓民也住過 是的 很多人住過 是的 有人說過了 那段大廈的旁邊 正應門的旁邊 就有一個 阿靚太開的美容店 他只有一個人 有一個賓妹 有一個工人姐幫他忙 或者是工人 我不知道 他就站在一個門口 那裡 那些傳統八卦的樣子 他就說 陳先生 搬嗎 我說是呀 搬啊 然後他突然 我平時跟他打過招呼 真的嗨 那些 他就說 你也算熬了久了 撐你早響 他就說 你早響 然後他說 嗯 你上兩手 都是熬不到一年 你熬到一年半也算厲害了 那又會追問 我跟著就有問他 我說前兩手 為什麼你這麼記得呢 我心想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說 他說不是 前兩手是你那一行的人 也是 是的 那那個是 然後我就 方不方便說 現在收費時段 自己人時間 記得說過了 不要緊 其實有兩個 因為其中一個 我沒有證實 所以那個我不想說 另外一個我證實過是 是 那就是 劉美君小姐 因為我們行內有很多朋友 是的 那我就 我的同事認識他 以前劉美君小姐的司機 嗯 那我就輾轉叫我朋友 因為這件事 那時候我朋友圈子 就炒得很熱 他就說 你拍戲這樣 嗯 他就去問了 劉小姐的司機 他問的時候 我的同事問的時候 他沒有說過我 其實那時候也沒有說過 給我的同事聽說 這個少女的事 我只是大約說過這些 說有 有這些 然後我的同事就 喂 不幫你問了 劉小姐的司機 那時候是劉小姐好像住了 好像住了幾個月 就說 突然說搬了 然後司機問他 他說這間屋裡有東西 還說是一個少女 嘩 厲害 已經問了 對啊 幸好我知道那一刻我已經搬了 如果不是我就 就是 我就是這樣離開了這間屋 說到這個空宅 這間大廈 我想起我的朋友 好像是住這個大廈裡面 其中一個單位 但由於有一陣子沒有找過他 而他也都在九龍城這裡 應該是一個店 我們嘗試一下 踩下來 找找他 看看能否給予一些資料 關於這個空宅的事件 我找了一班 你那間大廈 是嗎 不是一間空宅的 隔壁 隔壁 是嗎 那時候是否留你住了 我不知道 是嗎 是呀 但是網上不停隨便 我真的 因為是來自我那裏 是來自你那裏 就是你 沒錯 是呀 那大廈是王王 那鬼野生棟 是他們 我知道 不是嗎 是有 是呀 整個大廈都是他們的 是呀 那他住在哪裏 我不知道龍尼君住哪裏 其實我沒看到龍尼君 因為這麼多年都沒見過他 你第一天有住的嗎 是啊 但我沒見過他 你是住幾樓 幾樓 我是3號 他是3號 我是5號 我不是住在那裏 我住在隔壁 你不是住在那裏 我不是住在那裏 我不是住在那裏 那裏是賣的 我都是裝的 整個東西都是他們的 不是 我不是住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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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是怎麼吵 我不是見到那個人趴著我 今集回到舊事那裏 我們就一次過把Gary和前妻 Jean 他們同時間當年住這間鬧鬼的屋 所遇到的事 就撼拼在一起 一個full story去聽 聽回 其實都再一次 惹起大家 對這間屋的一個興趣 還有真是一種心寒的感覺 那當然 這件事一說完了之後 引起很多朋友 討論這間屋 這個地方 甚至乎在我們圈中 都不少人跟我說 就說 我聽到這件事 我有印象 因為Gary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出色的音樂人 當年都監製過很多 一些很流行的歌曲 後來 其中一位藝人跟我說 他就是Patrick 鄧建宏 當時因為都跟Gary熟 他說 我聽到Gary說這件事 我都上過他家 又真的 都有一些特別古怪的感覺 所以不單止有很多觀眾 去討論這件事 在行內 都有不少人說 所以當年 我記得 將這段片 丟回到YouTube的時候 都曾經成為那個年度 最多人看的一條片 其實我個人 都有些少少 對靈異的東西 希望可以找到 最多的資料 去back up那件事 才更加好聽 所以整件事還有一個遺憾的地方 就是這麼多年 我暫時未見到劉美君 因為我不認識他 未在其中一個場合 直接可以問到他 希望將來的機會 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 會不會親口可以問到 Prudence 是否住過這間屋 而罵鬼 兩三個月之後 就要搬呢 這樣 好了 今集跟大家 重溫這個地方 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 like share 還有按鈴鐺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有新影片 你大了時間會知道 好 又或者留言 在下面告訴我們 你想我們去哪裡 拍一些 回到舊市局的資料 希望 每天都滿足到你的要求 好 今集到這裡 下集再見